NCC对媒体到底有没有双重标准 有没有政治审判呢 先前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他的这一番话遭到了三例提告 为什么我不接受三例电视台的采访 我说你改个名字 我这里呼吁三例电视台改成两例 我就接受你访问 为什么少一例 因为没有良心 剩下两例是哪两例 第一个造谣 第二个抹黑 这还叫新闻媒体 好 您看到的这个场面 是在2019年的12月 当时的总统电视辩论会上 韩国瑜他公开宣称 他说如果说三例改成两例 就接受访问 为什么少一例呢 他说因为只剩下两例 一个是造谣 一个是抹黑 三例就立刻去控告了韩国瑜诽谤罪 而韩国瑜也委由辩护人来聚重 列出了三例在他宣布参选之后的不实报道 包括了他说什么 李家霸占 左水溪踩沙石 韩国瑜黑道背井 韩国瑜整天打麻将 抱女人酗酒等等 好 那么这些呢 就是他认为三例有不实的报道 结果呢 最后呢 检察官给他的不起诉的处分书 那么处分书就说呢 他认为呢 韩国瑜说的这些话 都是属于合理的自卫自辩评论 并没有诽谤的罪责 好 网友看到了这个不起诉处分书 最后就说NCC在做什么呢 可不可以去查一下看看三例这些的报道呢 另外王伟也说 其实呢 这个为什么其他的这些媒体不用开听证会呢 会被关台吗 会被移评吗 还是只要构虑都没有问题呢 好 我们想请教一下预防委员 因为先前其实中天为什么现在面临到这样的处境 因为他被罚了很多钱嘛 好 但是呢 我们看到被罚的包括像是政论节目上 来宾抢抢棍 批评说有网军黑寒 结果中天就被重罚了六十万 好 但是呢 你看呢 这些其他台 尤其是一些绿营的这些媒体 骂韩国瑜是黑道啦 说他报女人酗酒啦 不管是来宾讲的 还是是媒体自己讲的 好像通通都没有被罚 所以呢 网友的质疑和批判 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道理 我觉得NCC对我来讲 就不是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单位了 然后我觉得他就某点程度来讲 他就是替执政者服务嘛 我们看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其实我们应该觉得最感慨的一件事 就是说美国的媒体真的是不怕有权势的人 美国的媒体是不会去拍这个执政者的马屁的 所以你看CN批评川普就是批评 从头批评到尾 那我也没有看到川普去告他 因为美国这个 我们这打官司的风气真的太甚了 动不动就检举了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 美国你看 你看拜登被川普骂得都难听 没有告过他一次 一次都没有告 拜登被人家抹黑 整个家族被人家抹黑成这个样子 他也没有去提告 我们是真的很喜欢打官司 我认为政治人物也好 这个媒体也好 你自己也要承受得住 就是说对媒体最大的惩罚 就是人民不相信他 而不过在法院告来告去告来告去 而且你告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讲过来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社会 一个民主的社会 就像一个要一个多姿多彩的花园 不论只有一种颜色 或是两种颜色 应该是百花齐放 然后各种颜色都有 这才叫花园 花花绿绿才叫花园 而不只有绿色的话 绿色的花园 你有听过绿色的花园吗 没有听过嘛 所谓花园一定是花花绿绿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说 中天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中天就不会面临这么困窘的一个局面 就是等于挨打 等到人家斧头在上面 你脖子伸出来就等着 斧头什么时候落下来 由当道者 执政者来决定 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骂川普的媒体在美国很多 纽约时报 登出整个川普如何 避税逃税的资料 政府敢不敢告他 川普敢不敢动他一根毫毛 不敢嘛 为什么 因为对百姓来讲 他们不见得相信国会议员 美国国会有一次做民调 国会议员的民调 跟蟑螂的民调 比起来比蟑螂都还差 对 你每次做民调 美国国会议员的民调都很差 我告诉你 美国最高法院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人家认为 谁提名你 你就支持谁 可是媒体 美国人民对媒体的相信度 是非常高的 那你们自己可以选择 你要看哪个媒体 对不对 自由开放 那市场还决定嘛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 我第一次觉得台湾的民主 是真的在后退 我看到中天 今天的可怜的 惨状 每天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不晓得那个斧头 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斧头下来 头断掉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觉得我这就不是个民主国家 应该出现的现象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得到 他的东西 在城市场里面 出现的 by bwd6